你好,中美爭霸,大家好,我六可乞是11月11日 我今次会和大家说 特朗普为什么有7000万票 事实上,这个是非同小可的 无论如何,希望你支持我 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 因为我始终说多一句,我觉得我中美争霸是有限流的 重复来说,我会觉得 以前我中美争霸都是一些特别的时候可以上10万view的 现在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有限流 很多人都说美国总统大选 但我不觉得那些人平时不讲开,会讲得比我好 这是我觉得的事实,不过既然被限流,我希望你支持我 特朗普为什么有这么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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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现在有一个说法 特朗普炒了埃斯帕 特朗普到底是不是预备打仗呢 我告诉你,特朗普当初向他的人民 有一个承诺就是尽量不打仗 所以特朗普炒埃斯帕应该不是发动战争 我会认为 我会觉得很大机会的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要完成他对民众的承诺 会在敘利亚和阿富汗完全撤军 这件事可能就是非同小可 特朗普到尾可能会在某些美国人的角度 就觉得他卖国了 但是特朗普就会觉得 美军放在阿富汗 把鬼吗 又不够打 巴基斯坦就亲中 是不是 那你补给上有困难 成本贵 又打不赢帕利班 塔利班很明显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不认 但是肯定就有美国对加磅水给他撑下去了 所以一定走的了 特朗普可能也会完成他的承诺 等美军圣诞前 就会离开阿富汗 另外其实如果伊拉克的情况 其实也不是很够打 但是当然也有另一些传闻 这些是传闻而已 我不敢肯定 就说原来特朗普以前有六次破产的 其中有一次 第六次来说 就是有一个俄罗斯大亨 就把一栋特朗普的大厦 原本值410000元 就出了1亿去买 当中特朗普就可以解决了破产危机 但是俄罗斯和他建立了一些关系 这个通俄门还没查到 但是 究竟是不是一个合法交易 合法吧 但是特朗普看来 真的跟俄罗斯 一些人是有一些关系的 他 今次 如果真的搞一个撤军 如果阿富汗走就应该走的了 在伊拉克会走多少呢 在敘利亚会走多少呢 在敘利亚会走多少呢 会有这么多票 转话题 其实呢 我们应该要留意的就是说 特朗普4年前赢 是为什么要赢呢 美国搞全球化 令到他们的产业 他们的工业 开始空心化 开始没有什么工业 因为美国基本上 有很多工业的环境 可能是劳工的环境 很放纵工会 李一雄开了那间工厂 他每天到刻都和你搞事 那你搞事 那你 耗食烂飞 你说普遍的美国人 那些雇主就说 哇 我叫你 你帮我生产东西 你经常搞事 不如我去大陆 或者去东南亚 我去到印尼 有没有这么听话 我不知道 但是印尼呢 如果你说人力很足够 价钱便便宜了 中国跟你搞一流 但是你建的电厂 那些电力足够的话 肯定都比美国好 是不是 喂 大哥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呢 当 美国的工业的空心化的时候 使得其实底层的人民 选择很少 所以呢 其实就是说 你一做全球化 一做一个金融 就是社会走向金融化的时候 你是脱实入虚 底层的白人 越来越少的工作选择 所以呢 他们的生活水准是没有提升的 这个呢 是很多文章已经指出的问题 他的家庭入息的中位数 其实近这三十年 就是说 苏联倒了之后 九十年代到现在呢 是没有什么上升 你只是看到贫富完全拉大 你看到这个情况是底层白人的 这个处境是没有明显变化的 只是说 特朗普认了一连串的贸易战之后 的而且确逼了有部分企业回去 在美国重建工厂 令到失业率降低 在疫症之前 这个是事实来的 所以人民觉得特朗普 说得到就做得到 这个是事实 第二件事就是说 在西方 西方里面基本上 现在主要的思维 可能 由十九世纪开始 就是说 1859年 出现了 进化论 进化论 之后 产生了一个思想 叫做 自由主义 就是说 去到近代 去到新自由主义 就是我不那么复杂 去解哲学上 什么叫自由主义 那么很多 传统基督教思维 都被自由主义 逐步逐步剷走 自由主义的思维就是说 喂 我做的事 不伤害到人 我做的事 想怎么就怎么 就是说 喂 我是一个女人 我做什么 要为其他人而活呢 我要精致理己 我只是为我自己 如果我只是为我自己 我要自由奔放 我喜欢濫调就濫调去南桂坊 拼东西就拼东西 拼东西 那我 喂 我没什么理由 我这么性开放 我还要生孩子 拖手拖脚的 是不是 当这些自由主义思想 去进入 妇女那边 去向他们传播 他自然就是自然一句 喂 我要自由奔放 我喜欢结婚就结婚 但我不喜欢小孩子绑着我 那一定是打击了生育率 这是个事实 一 如果社会很注重 一个自由主义 就是说很注重 一个人的权利 那个人呢 不是很讲责任 是很自私的 其他人伸红死瓜 鬼是 最重要是我 快活 开心 我赚到钱 我喜欢乱洗 就乱洗 我不需要承担 那么多责任 美国这种自由的思想 其实导致整个社会 譬如说 举例 我喜欢同性戀 那我不伤害人 我就喜欢做 就做 圣经我说这么多 做什么 就是说同性戀是罪 是吧 但是一鼓吹这样的自由思想 那些人说 我喜欢扮女人 我喜欢吃女性韩耳蒙 找到自己不男不女 你觉得噁心 是你的事 我喜欢 一讲一套这样的思想 就是说 不是讲集体主义 讲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当然就是说 整个社会 大家一个整体 每一个人都要为对方 就是希望令到社会 我 我是令到你觉得好些 我就会开心了 这个是为他人而活 是不是 就是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就是我为我自己而活 我喜欢怎么就怎么 我喜欢扮女人 我喜欢 搞机 我喜欢 女人不喜欢生孩子 这些完全没有所谓 但是一讲这一套 传统基督教当然要退潮 那一搞 整个西方开始 譬如说男的走了去 有些走了去搞同性戀 有些走了去 扮女人 女的就说不生孩子 白人的生育率呢 是激降的 这是事实 在美国呢 其实生育率呢 每个妇女的生育率 要2.11 就是说呢 普遍妇女至少要生2个多 就是说呢 可能 你可能 10个妇女里面有一两个要生3个小孩 其他生2个 那才能维持到人类 人类 人口呢 保持住 不可以减少 这样 但是 以这一套的思想和折托呢 由19世纪开始 吹起到现在 近150多年 160年 这一套思想的确是疑风逆座 令到呢 不要说是 欧洲啦 美国啦 北美啦 甚至是香港 都开始 人口是 越来越低 失欲率越来越低 这是明显的事实 美国 称霸世界之后 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呢 更加扩散了它 觉得这些是真理 我喜欢这样选 这是我的权利 你没有民主自由 那你不让我选 那真的OK 那就是你 你这种呢 就是专制啦 这样 东方是讲集体主义 讲中央集权 跟着政府承担无穷责任 你所有的国民 新养死状 我都处理 你一病我医到尽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为人民服务 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一定是一个 集体主义的了 跟西方完全相反 但很明显 在疫症的时候 当然这种 集体主义的思想 完全是要展压西方 说你 你讲个人主义 你政治利己 那人民就不去听政府的指挥 完全无纪律 要自由 你自由无纪律就死了 所以 其实这个背景之下 整个西方的生育率不够 所以 其实就开始 喂 白人很怕自己在社会里面变少数 就会产生白人至上主义 喂 我人少 我觉得我自己精蕊 我人少 这个社会原本 我占多数的 我开始看到社会 哇 你那些 拉丁美洲人不断生 你那些黑人不断生 我白人女人不断生 这个社会 人口结构产生危机了 这个就等于圣经出埃及记的故事 埃及人看到那些以色列人不断生 他自己生不够多 埃及人 我要迫害你这些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就要出埃及 怎样解决人口问题 那圣经给你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出埃及了 即是怎样 美国人要做法佬 要迫害那些其他小组族裔 逼到去走 才可以处理到的问题 即是圣经讲的那样东西 是不是历史事实不重要 但是故事给了你就是说 特朗普的基础就是白人自信主义 或者是产生于一个社会环境 白人生育率低 但是 开始失去社会凌价性主义 大多数的这个地位 他们要保住这个地位 就开始要做圣经讲的法路 我要迫害你其他种族 我不迫害你呢 甚至就是我 由多数变少数 同一个情况在欧洲发生 因为这种自由主义 要政治利己 女性就喜欢要堕胎就堕胎 不用要为国家 你有时候说真的一句 对吧 我觉得 如果说集体主义 婦女的肚子 不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搞大了肚子 你杀 你 我未必被你堕胎 如果我是一个专制一点的社会 那你生了个B 就有国家养 或者有其他人养 你就推走个B 但是你下去了 那我的社会 就少了个人 是不是 就是可能 如果西方 你要 要脱离现在的死局 要么就放弃你自己本身的自由主义 这个思想 不让妇女去堕胎 最多你生了出来 你不要养 我政府去养 是不是 都可以的 那我不够人口 你十多岁 乱搞大肚子 生了出来 我政府帮你养 但是不是 他说 我生了出来 我不养 我又觉得不开心 我下去最开心 那这样搞的矛盾很大 那西方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处理不了 这个就是有个民意基础 这个民意基础 这个民意基础 是不是撑了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打算四年后 会再选 就算他不选 他的派系一定会出另一个人出来 接收特朗普这7千万选票 所以说一句 现在美国分开了两个阵营 一个就是 要 迫害其他少数民族的白自信主义 另一边就是说普世价值 就是说自由主义的他值 就是说 反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激烈对抗 那些自由主义就觉得 我包容其他不同的种族 这种就叫做大爱 但是这些白人说 我要跌下少数 我日时被黑人 或者拉丁美洲人欺负 我不肯 这样 两件事是谈不上的 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 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 所以思想根源就是 自由主义本身这种 是鼓励人自私 在死 所以共产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集体主义 毛泽东演化的共产主义 绝对不是说 个人的利益 至上 是说整个人类整体 如何 为人民而活 为人民服务 共产主义看来 真是有机会 淘汰自己的资本主义 这种自由主义 思想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看看长远是怎样 再谈